吹吉避凶有辦法 亂按摆東西好驚嚇 家居風水點擺好 師傅教你應怎樣做 旺來八八 星期四晚上旺來八八一小時的 圓學資訊風水綜藝節目 希望多些不同的話題和範疇 都會加入我們的旺來八八 今天沒有外景可以看到 但也會講一下風水的知識和常識 跟家居很有關係 上星期就講到陰宅 可能陰宅就說 不是很關我的事 但就代定落袋 但當一個冷知識去聽 今天就講一些羊宅風水 羊宅風水特別要注意些什麼呢 尤其是外聯方面 有些原來可能叫煞氣 或者那種煞的說話 其實不是說真的 你未必看得很清楚 你如果不懂風水的話 未必真的會說 那裡是一個煞來的 那裡是什麼位置 但不懂的說話 就分分鐘不知道它的傷害性有多大 所以今天呢 我們會談談關於家居的 亂頭看出來的煞 是怎樣去理解和避 好了 來了 又見一下她 每兩個星期都要見她一次 看看今天她 以什麼狀態出現 你好 蔡師傅 喂 Edmond你好 今晚呢 依然有Master Choy的蔡偉和師傅 這條是什麼根 這條呢 美國的 看見到星星嗎 是啊 為什麼 代表言論自由 我們需要 當然 OK 風水言論自由 當然 風水也要言論自由 恭喜所有 不單是美國 所有得獎的國家 還有香港 今天很厲害 今天又拿牌了 厲害 是啊 很厲害 有一個銅牌 好像拿兩個銅牌 很厲害 有一個 簡直是 沒有人會打破她 因為下一屆就沒有了 哈哈 那個油道 是啊 沒錯 很厲害 好啦 今天呢 師傅出現了 都會跟我說關於一些 外聯的殺的問題 其實這些所謂殺 是很無形的嘛 基本上 還有其實很多地方 你都會見到的 嗯 無論你住新樓也好 舊樓也好 你都可能一分鐘都會見到 譬如第一個 我們叫做 蜈蚣殺 來的了嗎 到早的了嗎 是 當然 蜈蚣殺 當然不是見到一條蜈蚣 如果你真的見到一條蜈蚣 在你家裡走過 其實你家裡就真的很陰 但是這些說的 有些好像是神佛 或者是法科 我們見到風水上面 蜈蚣殺 其實是一條一條水管 在外面的大廈那裡 嗯 見到那些 我們會怎樣呢 其實呢 我見過很多人客都是這樣 皮膚敏感 皮膚失疹 還有腸胃不好 惹到一些是非 還有工作 一般的 好了 來看看 這些很多時候都是 舊的大廈 一定會見到的 有時候有些新的大廈 都看到 例如你在灣仔那裡 有時候可能方向不太好 你剛剛看正 你那間新樓 但是你看正 對面那間舊樓 很多時候 你會見到一條條的水管 當然 那些水管 越幼的 其實我統計過 就越衰 粗的反而也沒有那麼衰 為什麼 越幼的越衰 像腳嗎 像腳 嗯 對呀 越來越癢 那很多外面的師傅 我見到很多都是喜歡放銅工雞去化殺 就好像用了一個醬 叫做雞章吳工 是嗎 哦 雞也會吃蜈工 也會吃蜈工 是呀 但是 對於我來說 好像又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你拿一個醬 那它又不是真的蜈工 那你刺它 那你刺它 什麼呢 是一些利器的問題 就是好像一條管 那樣 令到一個形象 會令到你很癢 可能是氣 穿過那些管 然後就令到你不舒服 惹是非 腸胃不好 皮膚敏感 那所以我反而會用這些 白玉的縫 那些 有一個扣 那樣 好像丟了一個縫 那些 那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那我就會用那些 那當然 縫 就 縫就比較高級一點點 又靚仔一點 白玉也都有擋殺的功效 那樣 但是 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家裡的升盤 真的不好 真的不好 看到一些綠仔 綠白星 或者七尺 那些破棍星 剛剛又在那個位置 那裡 你擺這個 就沒有那麼好 基本上 那就真的就關鍊 這個就為了解決方法 但是如果譬如說 升盤是沒有這些 或者一般情況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升盤 那擺一個白玉 都比較溫和一些 還有有效的 但是一件事 這個白玉 它都會吃了很多 一些不好的氣 所以每一個月 都要浸一浸 一些 潔淨的水 大家可以用四葉水 真的可以用四葉水嗎 可以四葉水 也可以用台灣的抹草 或者是 沒有那麼有效 就滾柚葉 但是四葉水 因為多成分 解負能量的成分 所以我也挺建議大家用的 它會不會變顏色的 那個肉 會不會的 都會的 應該不會的 不會的 是嗎 就是漂亮的應該不會的 除非可能是 淘寶東西 淘寶不知道什麼 但是你又 不會用一些真肉去擋 當然了 真肉當然是最有效力 但是浸一浸就無妨 應該都不會怎樣 會掉色的 除了真的 那些品質真的差得很厲害之外 大師傅有人回應 就說 你剛才說的那些 五公的那些 那些 那些實有的 很多時候都能看到的 真的 很多的 真的 多啊 其實我看間間那些 譬如七運樓 六運樓 都會避免不了 實有的 看看你很不幸 最好就不要對正你的睡房 或者廳 或者是那個工作室 就是 對一些譬如雜物房 會比較有影響 對 影響沒那麼大 是 好啊 我想看看有沒有人真的 對正這些 每天都看著 真的會有多是非 或者手腳痕 皮膚問題 可不可以打個回應在上面 可不可以 真的看一看 是啊 大家可以回應一下 我見過幾個人 都是不太舒服 皮膚很容易起一粒粒 那些好像紅疹一樣 OK 但是住在裡面反而沒事 因為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就有自可 你看到 這個就是近的 你近距離見到 這樣就會比較硬一點 如果譬如你不太見到 那個效益 就是那個影響 不是那麼大 好啊 這個叫不攻殺 是 這個就不會致命的 不過就是 癢死你 癢也麻煩 有時候真的 都會困擾 你看到哪裏痕 哪裏痕 哪裏痕 哪裏痕都不好 真的 是不是 有些地方痕就沒所謂 有些地方痕就不太好 哪裏痕 你手手腳腳痕就很大件事 是嗎 好了 接下來就是第四位 我們今天會說五個 是嗎 沒錯 第四位就是 其實這個都挺重要的 這個是那些天台上面 那些大廈上面 有很多那些白石塔 那些手提電話 很多時候有的 那時候我初出道的時候 我真的被他玩死 我上了個頂樓度度 那時候不認識他 就是不是那麼聰明的時候 我就上去度 真的不知道南 變了北 變了南 嗯 但好在下樓的時候 看一看 咦沒理由 為什麼向海那邊 會變了南 要是在中環那邊看 那你不可能向海那邊是南 一定是向北 那比他差點玩死 那所以這些鑊 這些電塔 其實真的不太好 尤其是頂樓的位置 特別差一點 那對健康又不是那麼好 那你長期坐在那些位置 那又傷原神 那發射塔 又火氣重 那健康又差一點 頭痛容易 甚至有心臟病 如果輻射太大的話 其實世衛也有說過 如果輻射太厲害 就會致癌 那也都是我剛才所說 顛倒風水氣場 顛倒風水氣場 就是本來財位 又不是財位 本來健康位 變了不是健康位 搞到一些東西 裡面混亂了 好了 現在給我們看這張照片 這張圖 其實住在下面的人 都應該很嚴重 是嗎 是啊 其實他長期頭痛 而且我第一次看 那個醫生 那個大廈 他大廈 剛剛在鄭平之樓下 那兩層都已經變成這樣 生意不太理想 最後都搬了 那他知道這些事嗎 他知道 他知道 但他那天沒有發聲 後來護士說 師父 上面很多發射塔 因為你很少會看到這麼高 你會看到發射塔 無端端 那個姑娘就說了一聲 所以我才知道 我到樓下看一看的時候 真的這麼厲害 原來的氣場反轉了 那些姑娘也說 我們其實都濕濕濕濕的 已經是不太好 看看有什麼方法解決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方法解決 尤其是他在你上面的塵 是啊 你搞不定的 這麼多的時候 是啊 他在你對面 你在你對面 或者後面 你還可以說放一些東西 但如果你放在你頂上 我覺得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但是其實有些人是不知道 這些外露就看到了 有些你未必看到樓上是什麼 但可能是藏了很多這些東西 有時候 尤其是一個人混濕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看不到 這樣 走進去 好啊 這裡不錯 因為你混濕 那你的風水氣場 就好像很符合你的標準 就好像跟你一致一樣 那你就很多時候進去 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東西 那沒有的 進去就經常頭痛 吃頭痛軟 這樣 可能有些東西經常燒屁股 這樣 但是這個都搞不定了 因為你擺東西吃不到了 是不是 擋不到了 如果你在對面的話 或者是附近 就是打橫的那些 那我就會建議那些朋友 放一些檀香線 這樣 那如果譬如說 十分厲害的 那就可以放一些藍木線 那些金絲藍木那些 不過我想真的就很難找到 已經是 所以指的是 檀香線比較有效 有什麼效果 為什麼會是檀香線呢 它可能是一種物質 它可能隔到一些火器 或者它沒有那麼容易會燒著 那所以以前 那些人都會用一些檀香線 去擋一些火煞 或者是一些那些 那些無形的電波 那我們還要擺的形態 就要擺到八三角形 去化化它的火煞 這樣擺化 就是你要擺一個陣 有一個陣式才對著它 這樣 是 真的擺陣 但現在容易買的 容易買的 淘寶買到 淘寶也不會騙你的 這些都不是很貴的東西 最多是 八幾二百塊 最多是兩百多塊 最多是兩百多塊一塊 買三把 起碼都擋一擋一些 那些電磁波 或者我們也可以用白玉扣 但白玉扣要大大小 不可以這麼小 像曲奇餅罐那麼大 那些 放在受煞的影響位置 我沒試過 一件事就是 你住在天 因為我已經很少看 屋裡面上面都是電塔 那些類型 就是那些化石站 或者如果你可以的 或者把這些物品 可能真的由法石塔上面 放在那個架的司令上面 看看可不可以隔一下 OK 看看大家 留意一下自己的大廈上面 是不是就是這樣 當然是頂樓對下的兩三層最大影響 我會說是那五層 不要說那五層 就算我們題外說 很多時候有些人住在樓的 家裡樓下很多腳 即是底下中空那些 即是那些可能在山坡建的 是嗎 對 樓下那幾層看到一隻槍雞腳 又或者樓下地鐵站 那些 頭那五層我都不建議你住 為什麼 因為那些氣場很不穩陣的 因為他不聚 他不聚 尤其是最低那層一定是死硬 但是頭那五層都不應該住 所以我就反過來說 樓上這麼厲害的電波 隔五層都是最少 真的能數到五層 不是電梯的五層 那如果住在這個 即是凌空了鄉階腳 那些有什麼問題 沒有沒有他不是ㄧ子 他不緊張 那些水不聚 音樂運便很不聚 健康運可能會不 prova 給人出售 想去那些什麼馬爾代夫 馬卡屋仔在那裡住 在水上 你住幾天就去酒店就非常好 不然你整天長期住的話 你人就是在飄著 不是啊 那如果在石澳 不是大澳啊 那全部住在上面啊 大澳的人 做什麼 每天都在遊 但他們是習慣的嘛 應該這麼說 他們習慣了 而且你都不會看到他們有什麼特別的好東西 都是漁村啊 或者是一些普通的村民啊 那些 可能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有地的地方就可能會好一點點 是 而且他們都很慘的 一打風下雨就會搖啊 或者塌啊 有機會這樣 就好像底下的腳在削你的腳 而且我們樓上裝修都沒那麼恐怖 樓下裝修才會恐怖 削你的腳 啊 所以這些中空的就要小心了 最好不要選擇了 好 收到 好了 那我們免費時段看多一個給大家 好 第3位的削是什麼呢 剛才那個呢 也有機會影響健康的 看看這個先 好 其實這個呢 就是我們曾經去看過在紅磡一個 有一個人客的樓 叫Miles 你記不記得他的屋子上面對面看到一些好像人家的鐵棚啊 有些一枝枝叉 都被搖出來的 那些 我們那些叫做 閃盤衝啊 也有一點好像做到一個叫做壁刀殺 你對著那些人的角位 你對著這個呢 其實都是很一律的了 都是不利健康啊 容易有意外災傷啊 那也都要看看你對著那個升盤呢 是剛剛堆正你的什麼位置啦 堆正你的財位就是破財啦 堆正在你的那個叫做七號位 那你入院啊 做手術啊 這樣啦 那如果堆正在你的桃花位的話呢 那就沒有桃花啦 那堆正在你的病位 整天病到黑啊 那些這樣的情形啦 那桃花當然沒有桃花啦 愛情可能會散了 是呀 甚至如果可能孕婦的話呢 容易會小殘 這樣啦 是啦 其實這個要有多近呢 就是肉眼看到都算是的了嗎 我想看到一公里內裡都算是的了 那上次那個就比較誇張一點點 我想應該是那裡放近五百米的 嗯 差不多 那我認過有一個人客呢 住在又是剛剛這樣的位置 就是他都捱了很久的了 但是呢 他捱也捱不了 上不了位啊 做那一行都做得不好啊 那甚至有一次還是沒有了份工啊 那所以對住那些舊樓 尤其是在土瓜環那裡特別多 嗯 那這些是怎樣化呢 那這些呢 有些人呢 就會拿一塊屏風 或者拉簾擋一擋去 那其實就不是怎麼行的 那就是放一隻石枝紙啊 銅皮丘那樣 那我就驗證過就不太多OK這樣了 那多數呢 我就會叫人們放一些龍龜啊 上次我也有叫市主放一些龍龜啊 那就是啦 左右兩邊夾住的位置 那再加一些呢 其實應該要加一些竹樹在那裡的 那但是呢 竹樹就最好不要上司令 或者是不要過高啦 因為如果你遮住了你整個屋的話呢 很容易會招音啊 竹是招音的嘛 容易啊 但是呢 如果是適當地五呎內的話呢 不高過人頭呢 那它可以幫你好像一個氣連呢 擋了那些殺氣這樣 嗯 就是它要砍就砍棵樹啦 那左右兩邊再加上龍龜呢 那那個成效會高很多啦 那就可以避到這些不好的殺氣啦 哦 OK 那龍龜也是要開光的嗎 龍龜也是要開光的 那有些人不懂得開光呢 那就會放在一些吉位那裡 那叫做吵氣 那吵氣呢 那吵氣呢 譬如一年裡面呢 我們今年會放在西位 那你放在兩三個月啊 那就吵了就下年用這樣啦 那但是吵氣的東西呢 就不是很持久的 因為它一散了那些氣 那你又要再吵過了 那所以可能有時候要放幾隻在那裡 那你可能每兩三個月就要換一隻 每兩三個月就換一隻 換到它過了中秋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再拿那些龜 再放在新的八號位那裡 那樣啦 或者放在一些吉的一號位 那樣也可以啦 那些桃花位啊 那些財位那些 那些都可以 儲到一些去擋那些殺 不過這個真的要師傅去看的 是嗎 那些位啊 如果大家懂得看榴槤的 譬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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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 20元 你就可以看到旺来伯伯的全集节目了 如果不是恐怖在乘会员 都只是30元而已 你没办法不给吧 只要付出少少的话 都希望你以后的日子 可以帮你旺来伯伯